我是圈子里出了名的婆妇 主打一个嘴上绝不饶忍 我妈天天说 以后嫁人了我有的受 结果我嫁的老公对我百依百顺 婆婆更是个软包子性格 导致我一身武艺无处施展 婚后生活幸福得有点无聊 直到公共的白月光回国了 婆婆处处受气 我摩拳擦掌 重拳出击 我爸是个女儿奴 从小到大只要我想要的 就没有得不到的 但偏偏我妈又是个老好人的性格 只要人家胆张嘴 就没有从我家拿不走的 所以小时候小到我的玩具 大到家用电器 亲戚邻居甚至不认识的路人甲 说拿就拿 他甚至是个伏地魔 我爸挣了钱 要给我舅舅买房买车去媳妇 甚至生的孩子都要我妈妈带 我爸体恤 我妈童年不受待见 对他百般疼爱 结果他把我爸当冤大头 无数次抗议无效后 养成了我泼辣擅长骂街的性格 只要在我设成范围内 路过的狗都得挨我一巴掌 从那以后 没人能在我家拿走一针一线 就连我妈我爸的支付密码 都是我设置的 柔入无骨的我妈 躺在我爸爸怀里哭唧唧 这孩子连分享都不会 以后步入社会了 可怎么办啊 我一个白眼翻过去 你这么会分享 怎么不把你老公私想出去啊 我不介意多个小妈 没有尺度的任人宰哥 就是懦弱 要不是我拦着 我爸的家产三分之二 都得被我妈送出去 发疯骂街是我的强项 一言不合 我这躺地上夜暗的爬行 后来我那吸血鬼舅舅一家 都不敢来我家 每次表弟一哭 我舅妈就敲窗户说 你表姐要来了 表弟立刻闭嘴 不敢吭声 人人都说 老王家的女儿王家家 是个泼妇 以后肯定嫁不出去 结果我不但嫁出去了 还高嫁 结婚以后母子子孝 生活一片平和 搞得我一身五一 无处施展 我和老公沈安逸 是相亲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我脾气不好 让他慎重考虑 没想到那家伙红得脸点头说 自己就想要脾气大的 公姑沈君是做进出口贸易的集团董事长 瀑布和秀莲开了十几家连锁幼儿园 我们俩能碰在一起 纯属巧合 他去那家餐厅谈生意 对我误认为是相亲对象 结果对我一见钟情 百名闹 非我不娶 见家长以后 公孟听说我 只是个小厂长的女儿 又是出了名的性格不好 对我是一万个不满意 奈何我老公以死相逼 非要娶我进门 所以我还是成了沈太太 本以为进门后会是鸡飞狗跳 一地算皮鸡毛 结果婆婆是少话少 从来不为难我 说话都牺牲戏气的 搞得我期待的婆媳大战 全部落空 结婚两年 家里和谐得可怕 直到公公的白月光 何倩倩打来电话 说让公公去国外见她一面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 婆婆露出失态的表情 我立刻去翻了家里的相册 看到小小一人 勾住我公公胳膊 靠在她臂弯的何倩倩时 我就明白 我婆婆为什么梦失态了 这迷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女的和我公公关系不一般 不然谁照相 非得贴在另一个人身上啊 比我公公婆婆的婚纱照 还要亲密 这还是三十年前 大环境比较保守的情况下 放到现在 这何倩倩不得是我公公婆婆中间啊 第二天 我开着我的小车 去找太太们打麻将 两丧的回合下来 就把这个何倩倩的事情 打听得一清二楚 还真没想到 小说里的情节 竟然被我碰上了 何倩倩和我婆婆何秀莲 小时候在医院被抱错了 一直到十八岁那年 何家才发现 并把我婆婆何秀莲 接回了家 虽说何秀莲 从小没锦衣浴时长大 但是养父养母 也没亏欠过她 出落的是亭亭玉丽 知书达理 何倩倩过习惯了豪门日子 不愿意回到自己 亲生父母那里去 何家就把她留下一起抚养了 当时何倩倩有个青梅竹马 也就是武公公沈君 俩人一起长大 沈君对她无比地照顾 沈家和何家又一直交好 于是从小他俩就定下了娃娃亲 后来 沈家家到中落 手下的生意接连走下坡路 何倩倩违反婚约 和沈君断崖式分手 嫁给了没认识几天的石油大亨之子 两人的婚姻遭到了何家的反对 何倩倩直接和何家断绝了关系 声称自己并不是养父养母的亲生孩子 何家没有义务干涉她的婚姻 毅然决然只身前往国外 嫁给了那个富二代 这件事可谓是伤透了何家二老 还有沈君的心 也是这时候 我婆婆和秀莲走进了沈君的生活 两人互相扶持 见生情愫 何倩倩毁了婚约 何家本来就对沈家有愧疚 此刻看见何秀莲和沈君在一起 也是100%的支持 何老爷子大手一挥 给沈家砸了一个亿的投资 有了资金支持 沈君放手一搏 最终立马狂瞒 和我婆婆一起 又把沈家的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 后来俩人也就顺理成章地 结了婚身和娃 婚礼前期 沈君还得何倩倩发了邀请函 可何倩倩那边毫无回应 婚礼当天也没来 婚后 沈君和我婆婆相敬无宾 日子过得平淡 倒也幸福 但是整个家除了我谁都知道 何倩倩是沈君的白月光 谁都不能提 一提就发脾气 我倒要看看 这个快50岁的老月亮 能做出什么花来 面对我公懵心急火燎地 往国外跑 我婆婆何秀莲一点反应都没有 甚至还贴心地 帮她装好了行李 只是在公公走后 一个人在卧室里 偷偷地抹眼泪 我甩着我的小包包 推开了婆婆卧室的门 妈妈去做美甲吗 超级常能戳死人的那种 何秀莲赶紧抹了抹眼泪 恢复好神色后 过来和我说话 佳佳 你去吧 妈妈顶你拿钱 你要是觉得 一直出去做美甲 不太方便的话 就请个美甲师来家里吧 我报销 看着婆婆递过来的信用卡 我真想抱住她大喊一声亲妈 正想伸手的时候 眼角余光描到婆婆的手机屏幕 赫然发现 竟然是在看何倩倩的朋友圈 妈妈 给我看看呗 何秀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把手机递给了我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何倩倩竟然明目张胆地 把自己和我公公沈君的自拍照 晒到了朋友圈 并佩文 嘟嘟转转还是敏 还有一张俯视视角 是沈君在给她挤鞋带 佩文 现在只有哥哥把我当小朋友了 甚至还有一张她拍的照片 沈君背着她 她靠在沈君的肩膀上 一脸甜蜜壮 佩文 多年不见 感情未变 类似的朋友圈 一发七八条 比人家出国旅游 发得都频繁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把手机还得何秀莲 妈妈 你老公谈恋爱了 何秀莲接过手机 做事又要掉下眼泪来 我最受不了她哭 有钱有盐 凭啥为了的男人哭唧唧 咱就是说 妈妈 你就不能和这便宜老公离婚 自己独美吗 何秀莲摇摇头 佳佳 妈妈这一辈子 有一多半的时间 都是跟她过的 即使到现在 我也对她有感情 不然也不会这么难过 算了 佳佳 你快去逛街吧 别被这些糟心事影响心情 喜欢啥样的金子你就买 都刷妈妈的卡 天了 这哪是婆婆呀 这简直是财神也 我接过何秀莲 给的五张卡 稳稳揣进兜里 收人钱财 替人办事 我还是替她收拾收拾 老赛帮子吧 不就是老绿茶吗 妈妈您放心 叫度我处理 没过几天 公公就从国外回来了 我和婆婆一起看得她进院子 左边被何倩倩买了胳膊 右边还欠了那小女孩 何倩倩一身白色修身旗袍 脖子上是闪闪发光的珠宝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沈君也穿了一身白色的西装 连带着那个小女孩 都是白色公主裙 不知情的人 还以为是一家三口 在这穿亲子装呢 我撸起袖子 准备猎杀 哟 这就是何阿姨吧 欢迎欢迎 这是怎么了 脚断了 快 让我这只小辈扶着你 看我出来 公公立刻抽毁了 被何倩倩满着的手 倩倩 这是王家家 是我儿媳妇 何倩倩一脸看不出想法的表情 朝我礼貌地伸出手 你好 不过为什么说我脚断了 我没去握那只手 一脸惊讶地捂着嘴 哎哟 脚没断 为什么扶着别人老公的胳膊呀 啊 不会吧 不会吧 何阿姨 你该不会是故意的吧 哦 莫 难道你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抢别人老公的吗 没想到我一上来就拉了大的 何倩倩一时没防备 转瞬之间 她就红了眼圈 做事要往沈君身上考 我直接挤走公公 稳稳当当地点了何倩倩一颗肩膀 阿姨 我开玩笑的啦 你看你 破防了吧 看不光我一连串的一阳怪气 沈君直接冲我吼道 忙家家 你干什么 你和阿姨出来乍道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话 我看你平时就是被我儿子惯坏了 快点抵你阿姨道歉 眼看他就要说出更多屁话来 我抢先开了口 阿姨呀 我就是一个小厂长的女儿 没门话没素质 平时就喜欢胡说八道 您大人 有大量 应该不会和我一个小孩计较的吧 看我服软这么快 反倒是堵上何倩倩的嘴 沈君指着我 你牙你牙了半天 一个屁也没崩出来 我婆婆目瞪口呆地 看我表演蛮 才姗姗来迟地出来 她赢得三人往屋里走 手放在背后 给我收了一个大拇指 嗨 谁叫我天天在家待着 闲出屁来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何倩倩一直往何秀莲马里夹菜 姐姐 这么多年 多亏你照顾沈哥哥了 何秀莲还没搭话 沈君就大手一挥 倩倩 你别管他 看你瘦的 你自己多吃点饭 说着就给何倩倩马里 加了块红烧肉 何倩倩轻张小口 咬掉了红烧肉里瘦肉的部分 然后把肥肉放进了何秀莲的马里 娇笑道 姐姐我记得 小时候就最喜欢吃我 吃剩价的东西 那时候爸妈都说你最宠我 你还记得吗 好家伙 这只明晃晃说 何秀莲和沈君在一起 是捡了他何倩倩不要的 我也夹起一块红烧肉 放在嘴里嚼十八下后 眼急手快地 直接放进了何倩倩的马里 何倩倩看得那坨细碎地 沾着我口水的肉沫子 直接尖叫出声 你干什么 好恶心 阿姨我看你嘴那么碎 以为你就喜欢吃别人嚼辣了的呢 我婆婆她有洁癖 不好意思把自己嚼辣了的比你吃 我这做小辈的 自然是要替长辈照顾你了 何倩倩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不过她也不是盖的 立刻就眼泪汪汪地看向沈君 沈哥哥 我想我还是离开吧 姐姐不欢迎我 还怕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羞辱我 我本以为我回国以后 能像以前一样 感受到家的温暖 现在看来 之前的胆情姐姐 全都忘了 对亏我扑布脊椎好 要不还真扛不住 这么一大口锅 忙家家 你今天发什么疯 我没记错的话 安逸在外面有一间公寓吧 明天你就搬出去住 不要天天在家里 给长辈们找七寿 家家就住家里 哪儿也不去 何秀莲看我背说 挺直的腰杆 她是我儿子 明媚正娶 娶回来的媳妇 是我女儿 你要赶她走 干脆就连我一起赶走好了 免得影响你和你的旧情人相聚 沈君没想到 一向好脾气的何秀莲 能这样对她说话 气得咬牙切齿 那边何倩倩倒是反应快 眨巴两下 眼睛就掉下泪来 她女儿也坐旁边抱着她哭 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啊 你未免也太敏感了 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嫁出去这么多年 遭受那些不好的事情 你是一点也不问 回来就误会我 难道我何倩见这辈子 这注定要一直被人欺辱吗 几句话颠倒黑白 给何秀莲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往后撤了一步 大胆开脉 就爱阿姨 据我所知你结婚那年 就跟何家断了关系吧 那就别在这几天长几天短等 就算你只要叫我妈几天 那你就应该叫我公公姐夫 这一边哥哥一边姐姐的 还说人家太敏感 少喝点绿茶 多给自己积点口的吧 住口 沈君大怒 一气之下先翻了桌子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有素质有道德的长辈 才值得人尊重 没道德少教的 那叫老塞帮子 爸 你都活了五十多年了 还看不清 谁把你当宝贝谁 把你当嘴里的坏烂肉啊 我当初就不该让沈安逸 娶你进门 你这个泼妇 沈君气得不行 扬起了手 做事要打我 不知道沈安逸什么说回的家 他挡住了沈君 要扇下来的手 你说谁是泼妇 沈安逸最近加班很严重 每天都忙到半夜 才能回家 我看得他 站在我身前坚定的身影 透露的疲惫 不禁鼻头一酸 爸 我娶佳佳回家 是让她享福的 不是让你打的 如果再有下次 你就别怪我发脸不认人了 他看着此刻还掉着眼泪 装作一副受惊的可怜样子的 何倩倩和他的女儿 冷哼一声 哼 也是 我不认你了 自然有的是人管你叫爸 说爸 他拉起我和何秀莲的手 直接回了卧室 我杨的头对着公共苦口婆心 爸爸 你也是过过苦日子的 现在竟然为了两声酷鸡鸡 就浪费众多粮食 您对得起革命先辈 对得起袁隆平爷爷吗 对得起国家对你企业的悉心栽培吗 不忘初心啊 爸爸 直到我被沈安逸拉进卧室 沈君的脸还是猪干色 何秀莲仍然是一脸愁容 但是很明显也出了一口恶气 他借口困了 很快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送走何秀莲以后 沈安逸锁好门 把我抱起来放在腿上 他仍然很累 脑袋靠在我肩膀上 呼吸声很轻 对不起啊佳佳 我家这些破烂事 让你插祸进来了 我揉揉他的头发 语气轻松 说什么呢 我们是一家人啊 而且我那样和你爸爸讲话 你不生我的气吗 沈安逸摇摇头 没什么好生气的 这么多年 他无视我妈妈的付出 一直把何倩倩记在心里 光是这一件事 我就已经对他够失望了 现代间还把何倩倩母子 接回家来 我真不知道 他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 嗨 夺不到的都是白月光 夺到的都是白米饭栗子 想到这 我眯起了眼睛 沈君对待何倩倩的态度 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光是打嘴炮 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 不过 以后你还是别惹怒我罢了 今天我在 如果我不在的话 他们因上都真打你了怎么办 我掏出怀里的铁板手 玩耳一笑 当然是以暴之暴啦 我会让他知道 什么是真重的泼妇 还会把他送上热搜 用舆论逼他退位 让你坐上 沈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沈爱一被我一本 正经魔画的样子度笑 他的稳落在我的耳朵上 我从来不会在 沈爱一面前 遮掩我自己的算计 他知道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吃亏 就算被外面的野狗咬了 也肯定要趴对方身上 啃下一块肉来 他说 就是喜欢我这种 无论何时 都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人 只有自己先爱自己 别人才会来爱你 经昨天一战 何倩倩对我的战斗力 也有了一些了解 第二天早早地就和沈君出了门 沈安一也一早去公司忙了 所以早饭桌上 就只剩下我和婆婆 何秀莲郁寡欢地吃着早饭 一勺周三地叹气 妈妈 我公公到底有什么好的 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对他好 何秀莲吸吸鼻子 对我讲起了以前的事情 当时的他刚回到何家 什么规矩都不懂 穿衣打扮 天天被人嘲笑吐 甚至刚转回贵族学校上学的时候 还遭遇了校园霸凌 有一次 他被一群小太妹堵在学校门口 是沈君救了他 那个时候 何秀莲就对他情根深重 只不过知道 他和何倩倩有婚约 就一直把这份感情藏在心里 后来何倩倩远赴国外结婚 沈君恢复单身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就慢慢接近沈君 最后成功嫁给了他 结婚以后 不是不知道沈君忘不了何倩倩 但是他以为冰块中会被融化 沈君也终会看见他的付出 何秀莲越讲越难过 我听得直摇头 男人不自爱 不如老白菜 妈妈 女人可以恋爱闹 但是不能活大半辈子了 还是恋爱闹 你睁他眼睛看看 多少八块夫妻非皮男 大跪着求你这样的富国姐姐 为啥非得 在一棵树上吊死 何秀莲被我做做的语气逗笑 连带着语气都轻松了起来 我和她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从之前的相近吴宾 到现代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看她一栋接着一栋地 给我买房子 我直呼自己是婆宝女 而我朋友那边 也给我带来了何倩倩在国外真正的消息 其实 最开始 沈君去国外见何倩倩的时候 给何秀莲打过一电话 她说 何倩倩在国外过得不好 丈夫出轨家暴 处处为难她和女儿 现在更是为了新欢 要抛弃她们娘娘 何倩倩实在是在国外过不下去了 才想得回国投奔家人 当时的沈君只是通知 也没有问何秀莲的意见 就直接把何倩倩带回了家 而我派去调查的人去告诉我 何倩倩嫁的人 不仅温文儒雅 素来不是动手打人的人 而且对她宠爱有加 甚至平时说话 都是低声下气的 但是何倩倩嫁过去以后 才发现自己的老公 竟然是石油大亨的私生子 并不是未来家族企业 真正的接班人 不仅无权无视 还不忠不强 一心只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 根本不想要家里的产业 觉得自己老公 没了指望的何倩倩 转身就爬上了 自己70岁公共的床 还给自己老公 生了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兔子结了还会咬人呢 再老实的人 也有被逼急的一天 她老公直接提出了离婚 何倩倩本以为自己能母瓶子贵 摇身一变 变成真正石油大亨的妻子 结果发现 给公勿生了孩子的女人数不胜数 自己根本就排不上号 她和女儿被公公安置在外面的一处房子里 说是安置 实则软禁 目的就是 不想让她出去乱说 毁了自己岌岌可危的名声 直到半年前 石油大亨去世 她才被放出来 而当时的她 早就已经臭名远扬 成了圈子里一大笑话 于是 在国外 绝无翻身机会的她 想到了还在国内 对她念念不忘的沈君 一番作戏下 她成功被接回了国内 我想都没想 直接把查来的资料 一股脑地发给了何秀莲 示意她可以把这些 发给我那便宜公公看 从而戳穿何倩倩的谎言 何秀莲直接给我打来电话 佳佳 谢谢你 但是这些我已经决定不发给沈君了 为什么呀 妈妈 这可是很好的扳倒何倩倩的证据 沈君管的家里那么多产业 你觉得 她没能力查到这些吗 不过是借泼下驴 假装不知道罢了 也是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两人一路祸色 我一转语气 去酒吧吗 妈妈 全是帅哥的那种 说走就走 我开着我的敞篷小车 拉着婆婆直蹬酒吧 何秀莲第一次来这种场所 许是由我陪着玩得很开心 喝了很多酒 拉着我叙叙叨叨说了很多话 说到难过的时候 还掉了眼泪 哭吧哭吧 把脑子里的水哭出来就好了 带婆婆一夜潇洒的坏处 就是 我俩勾肩搭背 走到歪七扭八回家的时候 痛见了 我刚加班回来的老公沈安逸 她看着我俩 一脸怒容 安置好婆婆后 沈安逸把我拽进了卧室 看着她紧皱着的眉头 我伸手帮她舒展开 结果却被她禁锢住了双手 按在墙上 王佳佳 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竟然敢带着我妈去酒吧 我的酒劲还没过 迷迷糊糊间 只想摆脱她 上床睡觉 你不懂 多看她帅哥 才能忘掉旧爱 得见多识广 又怎么长到未来 沈安逸的眉头 越皱越深 那我算你的新欢 还是旧爱 你现在见多识广了 是要离开我奔赴未来了吗 我被她明显吃醋的模样度笑 叹得身子过去 一口咬住了她的喉结 然后在她耳朵旁边 轻轻吹气 你就是我的未来啊 被我吃了肚腹的男人呼吸加重 她放开我的手 打为禁锢住我的腰 将我拉进她怀里 不由分说地 低头咬住我的唇 我被她吻得七荤八素 双腿发软 几乎就要站立不住 整个人都靠在她身上 沈安逸的脸上没了怒容 反而多了些 说不清到不明的神色 我想再靠近一点 摸摸她的腹肌 却被她打横抱起 扔在床上 一夜之间 让我摸了个够 第二天中午 我一睁眼睛 就觉得全身酸痛 沈安逸已经去上班了 桌子上是她给我 准备好的早餐和小纸条 以后 再想去gay bar的话 我陪你们去 看来这家伙是知道 昨天我带婆婆 去的地方 是gay bar了 开玩笑 带婆婆去酒吧 大概要找一个 相对来说 安全一点的地方呀 就在我这边 试图让婆婆 割掉恋爱脑的时候 何倩倩和沈决也没闲着 两人在地下车库 激情热吻 被媒体给拍了下来 据说是沈军 带着何倩倩 高调地参加了某个宴会 宴会上 何倩倩一袭 浅绿色晚礼服 以沈军女伴的身份 高调亮相 会上不乏认识 我仆仆和秀莲的人 细问情况 我公公 沈军都打马哈哈 只说是自己的妹妹 结果 宴会结束后 两人就急不可耐地 在地下车库里激情热吻 啃得难舍难增 被不知名媒体拍了下来 发到了网上 当天 沈氏集团董事长出轨的词条 就报上了热搜 沈氏集团的股票走势 也随之波动 何倩倩不愧是老绿茶 短短一天 就反应过来 带着他之前和沈军在一起的证据 发视频 视频里 他面色苍白 披头散发 穿着一条威领白色真丝睡裙 看起来要多可怜 有多可怜 我和沈哥哥 自小之相识 并且有婚约 是青梅竹马天造地设的一对 后来 因为我的身份原因 何家替换到了我的婚约 迫使我远家国外 可是真情 又怎么会被时间和距离打败 这分胎的三十年里 我无时无刻 不再想的沈哥哥 直到前段时间 我和沈哥哥才重逢 一时情难自意 才犯下错误 但我绝对没有破坏 沈哥的家庭的想法 如果秀莲姐姐生气 要打要骂 尽管冲我来 我都毫无怨言 视频的最后 是三十年前 沈军给他写的情书 送的礼物等等一系列的照片 这世上 真情最是难寻 更何况是长达三十几年的感情 于是 无数网友为他们的爱情动容 纷纷留言 支持他勇敢追爱 甚至 还有无数人 跑去我婆婆的社交账号底下留言 感情里不被爱的就是小三 更何况 你也是后来者居上 正现在大家都还留有情面 就趁早成全了他俩吧 就是就是 三十年了 都没得到他的心 还把他拴在身边干什么 不如既得行善 早日把沈总皇帝和倩姐 一时之间 舆论铺天盖地 就连我婆婆幼儿园的官方账号下 都有人恶意诋毁 甚至还有人造谎谣 说我婆婆在外面包养的男大学生 这种口说无凭的话底下 竟然有人相信 三分站队 指责我婆婆何秀莲道德低下 既然对方已经胎火 那就战场上见吧 我找到何秀莲和他商议过后 决定以他的名义 召开一次家族会议 会议邀请了何秀莲的爸爸妈妈 以及沈君的爸爸妈妈 也就是沈安逸的爷爷奶奶 还有七大姑八大姨 三叔二舅 以及各位表哥 因为沈氏集团是家族企业 所以在座的大部分 都是在沈氏集团的高层 或者持有股份者 所以这次也算是 沈氏集团的股东大会 当然 沈君和何倩倩也在邀请名单里 会议开始20分钟后 沈君才拉着何倩倩 姗姗来迟 他左手牵着何倩倩的女儿 右手拉着何倩倩 三人又是一身亲子妆 看得十分耀眼 何老爷子看见沈君来 冷哼一声 用拐杖重重 敲击了下地面 看见何倩倩 则是满脸失望 爱声叹气 我站在大堂前面的舞台上 清了清嗓子 嗨嗨 既然人都到齐了 咱们开始吧 一开始 我婆婆和秀莲上台发言 声称这次会议由她发起 由自己的儿媳妇 也就是我权权主持 我打开投屏 向大家展示了 我历史一晚 做出来的PPT 首先 是一张亲子鉴定关系证明 亲子关系证明上 赫然喜明了 何倩倩的女儿 是石油大亨 李老爷子的亲生女儿 这张证明 也是李老爷子的亲儿子 也就是何倩倩的前夫提供 为了照顾到在场的各位 上了岁数的长辩们的事例 我特意给大家解释到 首先 这张亲子关系证明 就可以说明 何倩倩女士 和自己的公公苟合 并产下一女 接着 我会连线何倩倩的前夫 通过她的亲口证词 来再次证实 这张亲子关系证明的真实性 早在最初查到 何倩倩这些风流浴室的时候 我就联系上她前夫 她前夫被她伤得不轻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都没有再婚 听说何倩倩回到国内 破坏自己姐姐的婚约 她前夫也特别气愤 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作证 视频很快接通 何倩倩前夫在屏幕里 深深控诉何倩倩出轨的种种 我还贴心配了翻译 在旁边逐字逐句翻译 看到那张亲子关系证明的何倩倩 就已经慌了 如今看到自己前夫连线 更是不知所措 她还冲到台前 对着屏幕里的前夫怒吼 你在撒谎 明明是你们一家欺负我在先 如今我都回国了 还不放过 你和你父亲都是禽兽 说吧她又对着台下各位长辈解释 我何倩倩对天发誓 我绝对没有做过她说的那些事情 我叫来保安 何倩倩 我提醒你最近发誓小心一点 未来一周都有黄色雷电一景哦 让保安把何倩倩拉下台去后 我继续展示我的PPP PPT第二页的素材 都由何倩倩的朋友圈提供 之前我偷渡看过公共沈君的手机 发现何倩倩的朋友圈内容 她是看不到的 也就是说 这些明里暗里做多的朋友圈 只是何倩倩故意用来刺激我婆婆的 那就好说了 当下大家都来欣赏一下好了 我逐字逐句念出那些酸道牙的土味情话 看到这些朋友圈的沈君也愣住了 松开了拽得何倩倩的手 后面 我还展示了当年何倩倩为了摆脱掉 何家开的断绝关系证明 以及何家资助沈家 帮助沈家翻身的资金网来记录 以及何倩倩收买媒体 拍摄自己和沈君机吻 并买流量炒作的证据 最后 我对着最后面的摄像头 做最后总结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个何倩倩抛弃男友在先 何家以及何秀莲 帮助沈君 沈家东山再起 两人才结为夫妻 而何倩倩嫁到国外以后 出轨自己的公公 被自己丈夫戴立帽子 没在公公那里捞到钱 又在国外臭名远洋后 想起了自己国内的田狗 于是带着孩子回国 专门破坏何秀莲家庭 后又买通媒体作秀 试图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和舆论 逼迫何秀莲离婚 台下 沈君估计是自尊心受挫 不顾保安的阻拦 要冲上台来 关闭投影仪 被沈安逸拽住 暗在了一边 我转过身对着沈君 悠悠开口 爸 我妈妈她这一辈子 都是为了你 为了沈家活着 你丝毫看不到她的付出 而何倩倩这种破写几句话 就把你迷得神魂颠倒 让你对她掏心掏肺 而媳妇觉得 就你这种不能明辨是非的能力 已经不足以继续担任 沈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 此刻 有面子挂不住的长辈 试图开口阻拦我 我摆摆手 拿出气势 其实 说到底 沈氏集团和我这个外来的媳妇 没什么大关系 但是我也是知道 沈氏集团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 在座的各位 你们就能眼睁睁看着 沈氏集团落入这样一个田狗手中吗 这样的话 沈氏集团还如何做大做强 走向国际 我喊得号子 举行了投票议事 最后 沈氏集团股东一致决定 开除沈军董事长的职位 沈军挥败地坐在地上 脸上带着无尽的懊悔 他看向何倩倩 但是何倩倩得知她被开除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看都没多看她一眼 她又看向何秀莲 何秀莲整理了下一百 走上台前 接过了我的话筒 今天各位长辈都在 那我就宣布一件事情 我何秀莲 今天正是和沈军提出离婚 并且会向何倩倩 合法追回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话落 我带头给她鼓起了掌 瞬间过后 台下掌声雷动 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 是为了庆祝一位女士 戒掉恋爱脑 从今以后坚韧独立 不再患得患失 不再自卑害怕 明白爱人先爱己 终将得偿所愿 我们的家族会议全程直播 当然 为了保护各位长辈们 摄像机只能抬到台上 无数网友吃瓜群众 目睹了这场直播 之前被何倩倩当枪使的 网友得知真相 都崩溃了 一时之间舆论反转 何倩倩的社交账号 被举报到直接封号 而因为何秀莲的起诉 何倩倩被迫扛上了 大几百万的债务 谁叫她当初花沈军的钱 跟流水似的 沈军被沈氏集团胎除 一是婚姻过错方 逼婚官司里 也只分走了一小部分的财产 名下的房产地产 都成了何秀莲的财产 沈家也不再认她 所以她现在是没了工作 有家也不能回 后来听说 何倩倩又有了新目标 换了城市 继续到凯子 沈军亦是气不过 跟过去理论 最终被何倩倩 雇来的人暴打一顿 扔在了街头 知道这些消息 已经是很久以后了 彼时 何秀莲拿了离婚分的钱 在山区捐赠了 十二所女子希望小学 我跟着她去现场考察 无数位眼睛亮晶晶的 山区女孩抱着她喊妈妈 我看着那些稚嫩的脸庞 不禁也跟着潸然泪下 为了何秀莲女士 重启人生 也为了这些孩子们 有了人生新的希望 我爱死了 那些不禁 stranger 我爱死了 我爱死了 晚港 我爱死了